抽空插播一段希望使你轻松又使你开窍 在《禅之智慧》那本书中有这样七句话我推荐给你 第一 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笔财富 第二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欺骗得了你 三 能够把自己压得低低的才是真正的尊贵 四 对人恭敬是在庄严自己 五 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 六 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上自由人 第七 宁可自己去原谅别人 莫让别人原谅你 第二段 也是很有意思 这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描写 读一读很有味道 比如 虾 他的大红之日便是大悲之时 天平 谁给多一点他就偏向谁 瀑布 因为他聚高了一下才口若悬河 蜡烛 它是身不端正 必然命短泪多 气球呢 被人一吹就飘飘燃了 玻璃 看似十分坦荡 却悄悄地设了房 核桃呢 没有华丽的外表 却有充实的大脑 指南针 思想稳定 东西再好 也不被诱惑 原规满足于前进了一步 就在原地打圈圈了